午夜时分 奇怪声响不断传出 这是那种鸽笨鸽笨的声音 二十年怪病缠身 却始终没有查出病因 这很痛苦 人几乎要崩溃了 最后的希望 医生大胆的假设 能否让真相浮出水面 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会用发脑神经疾病 平安三六五 急诊二十四小时 即将播出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位于江苏省南京市 2015年12月的一天上午 神经外科的陈露奎主任 正在门诊上班 这时走进了一对夫妇 前来看病的是丈夫朱建军 47岁 按照惯例 陈主任开始询问病情 突然不可思议的一幕 出现了 他突然间 他就说不出话来了 就说一半就说不出话来 那我干了这么二十来年的 医生 我还真没见过这种情况 所以我很吃惊 这是当时陈主任用手机拍摄到的画面 只见朱建军的牙齿 紧紧地咬在一起 就好像被胶水粘住一样 不仅如此 通过进一步观察 陈主任还发现了他脸上一个更为明显的异常现象 我当时呢 一眼就注意到 他大小脸 而且非常明显 右侧脸很小 那怎么会小掉呢 怎么会萎缩掉呢 朱建军种种奇怪的症状 就连有着二十多年从医经历的医生都没有见过 那么朱建军到底得的是什么怪病 他的右脸又为什么会萎缩呢 这一切还要从二十年前说起 朱建军和潘秀兰都是南京某企业的职工 1996年两个人登记结婚 对婚后的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 就在那一年年底 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一天烟雨 我突然听到随便有怪事 有就是那种咯喷咯喷的声音 起初潘秀兰并没有在意 但是过了一会儿 这种奇怪的声音再次响起 她仔细一听 正是睡在旁边的老公嘴里发出的 突然自己磨牙 而且她还凑在前后 就是她不是一个饭饺 不是就上下咬合 她在前后还在扭曲那种 就磨牙 潘秀兰觉得很诧异 和丈夫认识几年了 从来都没有发现过 她有睡觉磨牙的毛病 这一次到底是怎么了 就在灯打开后 眼前的一幕 更是让潘秀兰心惊肉跳 一看 是那个 是我老公的 右边那个脸上面 有一个像小虫子上去在爬 但是就把我吓了一跳 被惊醒的朱建军赶紧跑到洗手间去 想看看自己的右脸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 她在跳动 不停地跳动在撤出 我觉得很可怕 果然朱建军的右脸下 仿佛真的有一只像是虫子的东西 在不停蠕动 样子十分吓人 那么这个像虫子一样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呢 我看到它这个右侧面颊 这个筋卵发作呢 实际上呢 是咬肌的发作 我们叫做咬肌筋卵 人的面部肌肉 是由三叉神经支配的 朱建军脸上 像小虫子一样的东西 就是三叉神经受到影响 而导致的咬肌筋卵 但是像朱建军这样的症状 却十分罕见 说来也怪 这之后的两年时间里 这种现象都没有再出现过 日子一长 两口子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可是谁都没有想到 两年后的一天 夫妻俩正在家里吃饭 可怕的一步 再次出现了 由于正在吃饭 朱建军的牙齿 一下咬在了舌头上 顿时鲜血直流 这种症状大约持续了半分钟 朱建军的嘴才慢慢张开 第二天 两个人去了医院看病 但没想到这一看 就是二十年 牙齿突然锁死 能正常吃饭睡觉 都成为奢望 酒病乱投医 却成为另一个噩梦的开始 平安365 急诊24小时 正在播出 现在到中医科 中医科就是 就是唯一疏痛 这个管节 什么神经系统 吃了二十几副 吃过也没反应 后来就不再坚持了 很像鱼人看看 说没多大问题 说可能是摇剂进完 后来又到 劳客医院 说给你打麻醉了 麻痹了 就是这个管节 就不会这样子 不然你反正在治疗 也没办法 知道这个有没有喜欢 反正就是这样透盗吧 也有机会 就反正到外面 挂个庄稼号 从1996年第一次发病 到2015年 朱建军和潘秋兰 去过的医院 连他们自己 都记不清了 可对于病情 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治疗也没有效果 这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 背负了沉重的负担 就是一般的工人 他也是高 在一个单位上班 所以反正不是很高 就这么多年 为他看病 家没继续 几乎都用管 随着时间的推移 朱建军每天 犯病的次数 开始变得越发频繁 能正常的吃一顿饭 睡一次觉 都成了奢望 就是发作一次 两堂温度 要持续两堂温度 每天有十几次 就很痛苦 就是 就人几乎要崩溃 那种样子 随时随地发生的病情 不仅被朱建军的生活 带来了很大影响 有时和朋友一起聚会 或者聊天时 说着说着话 病情就会突然发作 他就赶紧捂着嘴 借步离开 渐渐一心不知情的人 开始对他的病 指指点点 有些人会问他 脸怎么回事 突然打不开 还指望他是 那个 大尸腾一样的 就是这种毛病 你知道的人 知道这种状 不知道他不知道 怎么回事 他知道 跟他讲也讲不清 他人的非议 给朱建军造成了 极大的精神负担 他开始回避一切邀请 整天闷闷不乐 性情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情绪就是 有点暴躁了 人家可能想 无意识地讲一些什么话 我很在意 这种情绪化就来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 朱建军每天都饱受 病痛的折磨 夫妻俩对治疗 都有些心灰意冷 朱建军怎么也想不明白 一个简单的咬肌症挛 就这么难治吗 俗话说 久病乱投医 此时正至2005年 大街小巷都充斥着各种 内容不同的非法小广告 一次偶然的机会 朱建军在路边看到一则广告上的内容 可以治愈自己的病 这让他欣喜若狂 但这正是另一个噩梦的开始 就看那些小 就是所谓的民营语言 或者什么东西 我就去 每次我要坚持去看 太太像我讲 她说这些语言都是骗人的 什么什么 不可能治好的 大语言都治不好 她根本不可能 但是我那时候就是 所谓讲的就是 很执着 我非要去 总要去试试看吧 我认为她舍不得钱 或者什么东西 就是这种样子 我不太相信那些语言 我害怕她那个会被人骗 因为这件事 我也劝过她 她不听 然后我就跟她生气 吵过架了 其实她选择的就是一些 没有任何医疗资质的私人诊所 这些诊所通常都为了谋取暴力 而不择手段 在没有找到病因的情况下 诊所里所谓的医生提出 要治疗老朱的病 只有一种办法 我给你打粉 这个叫肉毒素 肉毒感情 我给你打麻醉了 麻痹了 就是这个冠状就不会这样子 提起肉毒毒素 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识下 它是美容界用于除皱的利器 经过稀释后 它也被医学界用来治疗 面部静卵 和其他肌肉运动紊乱症 注射肉毒毒素后 确实可以麻痹神经 暂时缓解患者的痛苦 但是大量注射肉毒毒素 稍有不慎 有可能会产生很强的副作用 那么注射了肉毒毒素之后 通常一到两个月 这个肌脑发作就减轻了 但是过了一两个月之后 这肌脑发作又出现了 而且比打漏毒毒素之前 还更厉害 那么漏毒毒素的话 它会使肌肉变得松弛 也会影响到肌肉的收缩 那么肌肉它自身的收缩力量 减弱了之后 它就有一定程度的激萎缩 原来朱建军右脸的萎缩 正是过量注射肉毒毒素的结果 而他的病20年都没有找出病因 陈主任感觉 肯定之前有被忽略的地方 于是他做出一个大胆的假设 一次特殊的检查 终于让真相浮出水面 血管老化松弛 中老年人又该如何预防 三叉神经痛的发生 平安三六五 急诊24小时 正在播出 在正常人群中 会有一部分人 也会有血管去接触神经 这个现象存在的 但是很少有人发生这种惊弱发作 接下来陈主任安排 孔建军做了一个既能看到神经 又能看到血管的核磁共振检查 结果有了惊人的发现 我们的发现 在他右侧的三叉神经的上方 有一条血管 我当时的判断 很可能就是这根血管 压了他三叉神经的运动汁 通常情况下 由于年龄增长 血管逐渐老化松弛 中老年人容易出现血管 压迫神经的现象 但朱建军属于先天性的 发病在二十几岁 所以之前检查时 医生忽略了这一点 造成了二十年都没有查出病因 但让陈主任想不明白的是 朱建军天生就有血管 压迫三叉神经的现象 为什么二十几岁之前 都没有发病呢 就是我以前三叉都是三叉的 他怕我下班回来喝怕 然后就是都会骑摩托车去接我 接我回来一个 然后脸就不舒服 其实早在二十岁 朱建军就喜欢骑摩托车 而且从来都不戴头盔 据他回忆 骑摩托车之前并没有发病 那么这跟他的怪病之间 有没有关联呢 我们这个面颊 是三叉神经支配的 我们就讲这个病人 他的三叉神经的运动质 被血管给压迫住了 通过一个风的一个刺激 他感觉运动的这个回路 发生了短路 所以说他这个风吹他的这个面颊 应该来说 是他经常发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诱因 眼下要解除朱建军的痛苦 唯一的办法只有手术 2015年12月15日上午 老朱被推进了手术室 陈主任通过显微镜 用特殊物质垫在了血管和三叉神经之间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手术 困扰朱建军二十多年的痛苦 终于得到了解决 我可以就是没有鼓励地 可以就是吃起饭来了 就是把我多年的病痛给彻底更除了 就看到这座菜 我就是内心就想起十几年来的一点点积极 就是心算 也很感激 感激我的太太和我的家人 感激所有关心我的人 虽然朱建军的病情是一个特殊的案例 但是三叉神经痛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以一侧面部三叉神经分布区内 反复发作的振发性剧烈痛为主要表现 中老年人比较常见 有的患者甚至因常年的疼痛而导致抑郁症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注意到 摩托车和电动车的保有量 已经是个天文数字 大部分人在骑乘时都没有对面部进行遮挡 一旦自身存在血管压迫三叉神经的问题 风的刺激就有可能成为 引发三叉神经痛的诱因 就是呢 有时候呢觉得说这个脸洗不干净 可能会比较用力去吸点 那么这样属于不恰当的吸点 因为它对这个面部的刺激可能会加大 第二方面呢 就减少刺激性的饮食 还有呢一些煎的煎的炸的 腌制的食品 减少呢对口腔的刺激 包括烟酒的刺激 第三方面呢 就是呢 养成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作息时间 此外虽然肉毒毒素可以起到除咒的功效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注射这类产品 这个体质很衰弱的病人 也不适合进行肉毒毒素的注射 还有呢 体质容易过敏的病人 也不能进行肉毒毒素的注射 那当然呢 有的病人它有上减下垂 有肌肉松弛的情况 也不宜去进行肉毒毒素的注射 在这里平安365也提醒广大电视机前的观众 一旦出现一侧面部肌肉紧张 眼皮跳动 嘴角抽动 这些都是血管压迫三叉神经的表现 要及时去医院就医 如果患有三叉神经痛 要避免冷热风对面部的刺激 尽量减少发病的次数 2016年2月3日下午2点 河南省行阳市一名两岁半男孩 不慎坠入35米深的干枯击井井中 井口直径近26厘米 情况危急 河南省行阳市消防大队赶到现场后 救援人员先持续向井内输送压缩空气和氧气 确保孩子在井下的安全 同时孩子家长在井口 和男孩喊话沟通 稳定孩子的情绪 经过近18小时的紧张救援 男孩被成功营救出井 并且脱离生命危险 平安365提醒大家 农村废弃机井 多藏匿于杂草和中架地里 极易引发安全事故 同时家长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 让儿童远离有废弃机井的区域 以避免此类事故发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